朋友们好啊 从今天起 新美哥一家人出来度假 整个圣诞假期我们的节目呢力争不中断 场景呢我们就随机咯 这是我住的地方 在海边 大家看这种后面的植物 这都是澳洲海边特有的植物 出门几十米 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一望无际啊 明天或什么时候 啊 与大家分享一下 澳洲的海景啊 那么呢我们 继续分享新版的诗帅诗说 昨天我们说 年龙真1967年2月16号 华人堂碰头会啊 没参加 他那天压根就没去 哈哈哈 但是呢 啊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他俨然啊 这个 在回忆录里面 他就 呃 立临了现场 并且 俨然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将啊 哈哈哈 所以 又添了这么一件 让我们无语的事 嗯 还不够 哈哈 还不够 毛主席经常讲啊 毛主席说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啊 搞得太久了 就容易游啊 容易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他自己的 最后呢 这个地方免不了要成为这个干部的独立王国 毛主席当年的这份感慨 其实说出了 这个 中国政治啊 这样的 一个常态 我想 国以有之 嗯 中国文化的背景下 你看看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 都有这个问题 啊 一个地方 被一个干部搞得太久了 这个地方好像就信了这个干部的姓了 啊 然后你外边呢 可以说 真插不进 水泼不进 就是独立王国 啊 就是这个样子 啊 那么呢 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之后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 也存 你这个问题 也有 颇 颇有些伟大不调啊 对于有些人来说 嗯 那么呢 新中国 成立之后的 十多年 这二十来年的时间里面 国防科委 那就是聂荣臻的 独立王国 我们说的聂荣臻是 这个 中国 这个 两弹一星的卓越的领导者啊 这个历史的功绩永远也埋没不了 也抹杀不了啊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负结果 负面的东西 那就是 啊 国防科委 啊 经过聂荣臻 十十多年这样的经营 确实最后成了 聂荣臻的独立王国了 或者说聂家的独立王国了 那么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革岁月 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面 聂荣臻的 做 1966年的12月份 在北京 接见北京航空学院 红旗战斗队的时候 江青啊 曾经特别深情的告诉大家 说当我知道北航同学在受折磨 我非常难过 我确实哭了 江青说 那他听到了北航的这些 造反学生们啊 受苦受难受折磨 真是难过的掉了眼泪 怎么回事呢 这北航怎么出了这样的事呢 啊 幕后的黑手是谁呀 谁把北孩子北航的这帮孩子们 搞成这个样子 据这个韵黛英的侄子 那当时的国防科委的干部啊 这个宇仁祥等人的回忆 不仅仅是宇仁祥一个人啊 文革之初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按照当年反右运动的那个打法 向北京各高校派工作组 镇压学生运动了 才有了黑暗的五十多天嘛 聂荣真领党下的这个国防科委 当然了 那就跟着照葫芦画嫖 随即他就向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 就是国防科委 国防科科工委 他们下手的这些院校 就派驻了工作组 那么呢和王光美在清华一样 哈哈哈 啊 国防科委的这个工作组 在北航等高等学校里面 啊 这个师生中交 大抓特抓这个右派呀 反革命 一时在国防科委这个序列 下属的这些高等院校里面 也是冤案遍地 啊 那么那后来呢毛主席回了啊 毛主席回京了 毛主席说了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而啊 严厉的批评了刘少奇 邓小平明确的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那么随后呢 这个北航的造反派不叫天派吗 北京地质学院叫帝派吗 啊 这天派的领袖 后来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 那时候不知道叫什么名好了 还想摆脱当权派的那种 那那那那那种 那那那种陈旧的称呼 啊 那种科长处长啊 局长 然后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好了 干脆红旗战斗队起一个名 头叫什么叫总勤务员 啊这个韩埃京啊 就率领翻了身的这个北航学生 就到国防部 到国防部啊 这个南门到那去静坐 要求国防科委的领导出面澄清问题 毛主席听说以后就做了指示 毛主席说不要怕啊 不要让学生们席地而坐 搭起棚子来 让学生闹上那三个月 嗯 毛主席就这气魄 哈哈哈哈 那么一看这红衣兵在毛主席的指示下 拉开了阵势 这压力一下上了 啊为了自保 这内容真 啊就开始往中刨人呢 哈哈哈哈 开始往中刨人 先后就将自己的两个副手 国防科委的两个副主任 一个是这个独腿将军中持兵 一个是这个罗顺出啊 就给抛出去了 就让他们做提罪羊了 啊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 这个独腿将军啊 这个中持兵 那本身就有 就害了心脏病 那结果呢 这中持兵当时是在医院里面 就被强行的揪走了 那国防科委把他们抛出去了 抛出去了那个义愤天鹰的这个 这个造反的群众 那就找他们算账了 就把这中持兵从医院就给揪走了 然后呢 还行 还给他挂着氧气瓶 挂上了氧气瓶啊 然后就把他弄到了北航的礼堂 接受批判 这就是医荣臻默许 或者说医荣臻主动抛出去的啊 让这个造反派们去揪斗的 那么当时呢 军委的各总部啊 各军兵种分别成立了三军无产机革命派啊 总勤务战来领导本单位的这个文革运动 那在医荣臻的支持下 国防科委也成立了三军这个无格派的 这个总勤务战 无产机革命派的总勤务战 简称无格派 总勤务战 北航的红旗战斗 发展成为红旗总勤务战 再以北航红旗为主 经过三结合 搞起了北航的革命委员会 成立大会那一天 聂荣臻还领着 当时还没有下去的这个总政的这个消化 啊 这个 还有总参的杨成武啊 然后公安部长西副智 还有空军司令啊 这个无法宪啊 亲临现场啊 表示支持 嗯 诶 那么这科伟的这个总勤务战呢 北航红旗啊 这一看 本系统里最大的这个这个这个官啊 就是聂副主席 那是聂荣臻还是军委副主席啊 啊 聂副主席支持我们 不得了啊 于是这个科伟的总勤务战包括北航红旗 在本系统内就开始横行无忌 啊 国防科伟的副主任以上的干部 几乎无人幸免 除了聂荣臻之外啊 逐一都遭到了所谓的迫害 最后国防科伟的党委常委中 只剩下聂荣臻一个人了 就在一棵独苗 一个大老好人 哈哈哈哈 啊 独木 我就在那吃着的 啊 那当时七七部 那部呢 有一派 反对聂荣臻 那这聂荣臻也有对立面啊 啊 结果这总勤务战听说了之后 为了维护和保卫聂副主席 哈哈啊 就把这个反对聂荣臻 那派就坚决的就给镇压下去 啊 就给镇压下去 不仅在本系统内啊 一直横行到本系统之外 啊 大家可能在网上经常了解文革史的 你都知道 有那么一副著名的照片 在批斗台上 然后这个一个箩筐里面装着这个 当时跳完楼之后摔断了腿的聂荣臻 啊 在那个台子上 坐在那个箩筐里面 啊 接受着批斗啊 啊 那个场景 那个 这个批斗这个 这个罗瑞卿的那 那个桥段 这个 这个作者 就是北航鸿旗总勤务战 嗯 还有 在内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罗瑞卿之外 啊 比如揪渡彭德怀啊 揪渡北京军区的司令杨勇啊 包括啊 啊 国防科尾科尾科尾副主任这个赵尔璐等等这些军队老干部 那都有科尾总勤务战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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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 啊 啊 1968年年初一月份国防科尾系统筹备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啊 学习毛著啊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那么代表资格里面呢 竟然有这样一条显赫的内容 啊 就是你要作为这个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的话 你要这个 你得够资格 而资格里面的其中有一条 什么呢 叫拥护以涅腹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尾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 哈哈 这就跟 涅容真在警察记搞那些东西都差不多 哈哈哈哈 拥护以涅腹主席为首了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是不拥护涅容真 不拥戴涅容真为核心 那么你就不能成为这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 啊 因为呢 国防科尾就姓涅 涅容真是国防科尾的核心 哈哈 那么大家知道啊 在在中国啊 这个核心 那不是你想叫就能叫的呀 哈 我经常说 我说这个弱主 一代弱主 这个胡锦涛忍气吞声干了十年 最后退休了 那个时候 退休之前的前夜还是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他也没戴上核心这顶帽子 你看他之前的这个江泽民 人家后来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你看习近平上去了之后啊 干了五年一届之后就成了以习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胡锦涛干了十年一直到退休 演员会上核心这个词两个字 哈哈 那么内容真成了核心 毛主席知道以后呢 那就对内容真这个事呢 就很委婉 提出了他的批评 毛主席怎么说呢 毛主席说核心啊 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 不是自封的啊 自己提以我为核心 是最蠢的 来 毛主席当时 有所指 就是指这个内容真在国防科尾自封核心这件事 毛主席说了 这番话 挺委婉 但是呢 说的也很重 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你看 这话说的就不轻了 一听说 毛主席批评了 哈哈哈哈 这内容真啊 立马写了一份检讨 但是呢 检讨里面呢 针对这个封核心这个事 还给自己做了开脱和辩解 他说这个 这个事我不知道 啊 这个说我是光 科尾核心这个事 是他把我下边人搞的 啊 啊 自理行间啊 一副无辜委屈状 哈哈哈哈 你也走 啊 好吧 啊 你自理行间说你不知道 下边人搞的冤枉您了 是不是 但是 您要怎么解释啊 啊 七后的岁月里呢 包括进入所谓的改开 哈哈 你怎么解释 从您开始 直到你的 女儿 女婿 啊 你是元帅 女儿呢 是 新中国迄今为止 军权最高的 唯一的一个中将 聂力 然后呢 自己的女婿 丁恒高 后来又成为了中文解放军的上将 好吧 你怎么解释你说一个元帅一个上将一个中将作为全球整个全世界啊 聂荣真他创造了一个记录聂荣真他们家是整个地球上军权最高的一个家庭 可能是唯一的可能还是唯一的你说一个家里一家人里面一个元帅一个上将一个中将父亲带着女儿女婿哈哈哈哈 然后呢就是这个元从元帅开始然后到中将到上将啊几十年里面始终把持着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最后啊合并成了国防科工委 就几十年里面一家人从父亲到女儿女婿始终把持着这个口啊这个衙门最后把持到了什么呢把持到了人们都把这个国防科委啊国家科委后来国防科工委大家都说这是聂家大院 那你说这是不是事实呢啊那这个事实你说聂老帅啊您怎么解释呢嗯那么你说聂荣真啊包括他们一家人啊这事做的厚刀吗啊 所以说接二连三的让我等后人无语啊 再讲到这谢谢大家